部长吴思华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两个人为了12年国教的比序问题交战 今天柯文哲再批教育部说 不听民意 国民党就是这样才会惨输 才出现了9%政府 一大早召开市政会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讨论的还是12年国教方案 难道教育部长会比他们的父母 更疼爱他们的子女吗 不可能嘛 那如果这些家长都喜欢这样 我现在是不懂为什么教育部长要反对 好火不减依然坚持原方案 基北区达成共识 比完三等地直接比更细的十两尺 一大堆的题数对应一到十几分 而另外一方面 教育部的超额比序方案 则是先比三等地ABC 再往下比四标示 家长团体认为教育部的方案 将会造成高分低就 而教育部也认为基北区方案 纷纷计较走回头路 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教育部就是不顺从民意 就是因为这种态度 才出现那个9%的政府 教育部一定会以 学生跟家长的最大权益 作为我们的考量 我们会继续的再来 跟台北市的教育局协调 吴思华炮火烧姐 只说会加强沟通 不管怎么样 学生家长都希望能赶快定案 影韩会考不到半年 考生无所适从 记者综合报道 每个官方都希望能赶快定案